中国古堡大猫熊人见人爱 如今传出中国要送高雄一对猫熊 引起中国网军乱战 有人批评这简直是为了 谄媚台湾人丧权辱国 也有中国网友说猫熊是无辜的 冠上出口名义谁受得了 对此来自台湾的中国台联副会长 许沛乐观表示 有反对意见总比每回想好 尽我们的之力把这个事情 如果能够落实的话 主要是包括对台湾南部的 民众的影响力 对我们大陆的了解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途径 只不过养猫熊经费一年动辄 数千万 就有中国网友质疑高雄养不养得起 还有人认为高雄天气太热 猫熊恐怕冻鬼条 很多地方不是想抢的药还没有吗 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比较专业一点的那种基地去饲养 更有人认为不该以濒临绝种的动物来当作统战工具 事上中国猫熊外交最早可追溯至西元685年 唐代女皇武则天就曾赠送两只猫熊给日本天皇 最著名的熊猫外交发生在1972年 周恩来总理宣布赠送给美国人民一份贵重的国礼 大熊猫玲玲和星星 猫熊所到之处未为风潮 到1982年为止 中国有约40只大猫熊走挑世界各地 担任和平大使 赠与猫熊外交结束改为租借之后 中国只有赠送过台湾和港澳猫熊 只不过也有网友痛批 让古老珍惜的大猫熊来担起政治责任 恐怕难免争议 三里熊可能走不到